不过我们刚刚说到了政治地缘风险 刚刚谈到了洪海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政治地缘风险持续在升高 这是朝鲜半岛 因为金正恩整天没台没机 一直又在发飞弹了 在金正日逝世纪念日 北韩再度发射了短程弹道飞弹 而且北韩在不到12个小时 不断地发飞弹 12小时前才发 不到12小时又再发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现在非常动荡 金小胖真的非常生气 在17号的晚上 发射了一枚短程的导弹灰弹 那飞到南韩的东边海域 他飞了多少 570公里 另外在今天早上7点24分 他更生气 他又发射了一个长程的导弹灰弹 长程导弹灰弹飞到哪里 飞到日本的北海道 一个小岛 距离小岛只有250公里的地方 这非常非常近你知道吗 他干嘛一直在生气 他在气什么 对 那日本的那个防卫副大臣就说 你不要小看 这个是洲际飞弹 因为他飞的高度是 太空6000公里 6000公里高 这洲际飞弹 意思说 这一支飞弹是可以打到美国的 那就非常严重了 那金小胖最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是冲着美国来的 因为美国最近 他的核动力攻击潜舰 竟然停泊在釜山的军事中心 而且在上个月22号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艘的核动力的潜舰 停泊在冀州岛的军事中心 所以南韩的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说 你不要小看 我不管你什么潜舰 不管你那个飞弹 是什么长程短程什么程 反正你能够携带核弹头 就是对我南韩的核威胁 哇这不得了了 所以金小胖起来要死 因为南韩跟美国 最近他成立一个核咨询小组 那么在15号在美国开会 开会最后他们有一个结论出来 就是说 只要是北韩他对南韩 发动核攻击的话 那么美国一定会用 最迅势压倒性的 而且过断的一个因应 而且可能会导致 金正恩的政权终结 所以我现在知道 金正恩到底在生什么气 第一生气 他生气 美国的核潜舰跑去力挺南韩 第二他生什么气 只有你可以有核潜舰 我就不能有核弹 我有核弹你就说 会终结我的政权 那你的核潜舰 在我门口 搂来搂去就没关系吗 所以金正恩就非常怒 整天就发射飞弹 问题是他现在精准度 好像越来越高 你记不记得以前 他在发飞弹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那个新闻报说 他又落点不对 又失败又怎么样 对不对 人家现在好像成功率 越来越高了 据说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 对 那当然最近 因为俄罗斯包括普丁 都访问北韩 那访问北韩之后 那北韩就是攻击 在这个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一个 他的一些弹药 那俄罗斯当然要投逃暴离 结果他就把那个北韩的 一些运输机 把它改装为空中雷达预警机 所以这一次 他在发射飞弹的时候 他的空中雷达预警机 可以坐在旁边做测试 所以对北韩的 他的空中的一个防御性的 那个雷达来讲 他有长足的一个进步 当然北韩来讲 老百姓是生灵涂炭 真的老百姓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 最离谱的是 卖牛肉也不行啊 公开处决 当然不行啊 之前是追韩剧不行 那我们就觉得已经匪夷所塞 怎么卖牛肉也不行呢 所以有九个人 非法分销病死牛 不过他卖的是病死牛 然后不是只是卖牛肉 卖病死牛 但是卖病死牛固然不行 也没有严重到 要遭公开处决吧 金正恩是对老百姓很苛刻 他也不管老百姓的一个死活 你看老百姓生灵涂炭 你看他最近在7月的时候 发现他桌上 好像有三星的手机 不然就是华为的手机 那另外呢 他在2019年的时候被发现 有苹果的iPad 然后你韩剧都不能看 他可以拿南韩的手机 这是什么世界啊 而且在今年的全国母亲节大会 他的座剧又换了 他现在要换宾室的麦巴赫 麦巴赫是一个休旅车 现在台币的价钱是750万 就所有的宾室最高级的休旅车 750万台币 那北韩币是3亿 所以你看他对自己非常好 那你刚刚讲的是北韩的惠山市 惠山市有9个人被抓到 他在2017年到去年为止 他一共偷卖了病死牛 2100头 那2100头 因为北韩的牛是属于国家资产 哇你们这些不忠不义的人 真的不忠不义 绝对不能要应该死无葬身之地 甚至要诸三代都不为过 招判什么呢 诸杀三代都不够 我说实在这是什么思维啊 老爸犯罪 儿子要承担 连孙子都要承担 连曾孙都要叫诸杀三代 这是以前诸九族的概念吗 不然照理说呢 如果他犯罪你就惩罚他好了 但是他说诸杀三代都不够 被视为是政治犯 而且逼迫25000人到场 看公开刑刑 所以公开处决嘛 所以17岁到60岁 2.5万人观看 另外他不是用手枪处决 他是用机关枪 全部给他打到烂为止 真的让他事无葬身之地 这样老百姓才会怕 不是这就是以前你知道 斩首犯罪的人 要把那个头刮在城墙上 就是让老百姓看看 阿拜你要知道 做坏事的下场就是这样 他是在嚇阻老百姓啊 对 所以说这是极权统治一定是这样子